嗨,大家好,我是Amiya的Jojo老师 Hi everybody, this is Joe from Amiya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鳄鱼上幼儿园 小鳄鱼上幼儿园 哇,这是什么,这是鳄鱼皮哦,鳄鱼皮 小鳄鱼上幼儿园 今天啊,幼儿园来了一位新同学 是谁呢,是一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鳄鱼 哇,你看小朋友们都比它高,小鳄鱼 上课前,小朋友们都在玩游戏 你看,它在玩游戏,它在玩游戏,它在玩游戏 但是啊,这只特别特别小的小鳄鱼啊,不会玩 没关系,小朋友们教它玩 哎,我们一起来打弹珠吧 咦,是我的想象还是小鳄鱼真的长大了一点 绘画课上,小朋友们都在认真地画画 可是,这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鳄鱼不会画啊 你看它乱涂乱涂啊 没关系,小朋友们教它画 你看,像这样子画一个太阳 咦,是我眼花了,还是小鳄鱼真的有长大一点点了 课间休息时,小朋友们都在骑平衡车 可是,这只特别特别小的小鳄鱼不会骑 没关系,小朋友们教它骑 哎呀呀呀呀呀呀,耶,成功了 咦,是我弄错了,还是小鳄鱼真的长大了一点 在食堂里,小朋友们都开心地吃饭 可是,这只特别特别小的小鳄鱼不会吃 哎呀,你看它把盘子打翻了 东西倒得一塌糊涂的 不要紧,没关系 小朋友们,我教它吃 要用叉子和刀 有的小朋友用筷子 咦,是我在做梦 还是这只小鳄鱼真的又长大了一点 在游泳池边啊,大家都在为游泳做准备 戴好游泳帽,穿好游泳衣 可是,这只特别小的小鳄鱼啊 不会做,没关系 你看,小朋友教它怎么做 咦,是我看错了 啊,它带着小朋友在水中玩呢 大家都坐在我嘴巴里 有的人坐在我背上 哇,诶,是我的幻觉 还是小朋友们也都长大了一点点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小朋友们,再见